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行星和粉红小猫 必须要在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前 想办法阻止它 把它击碎不就行了吗 那样的话 一颗小行星就会醉成好几颗小小行星 更不好对它吧 再把小小行星击碎的话 又会变成更多更小的小行星吧 只要让小行星不撞击到地球就可以了 总之 我们赶紧飞到小行星的位置 再想办法吧 飞到跟光速一样快 好激动啊 小儿 别太兴奋了 好好坐上 我的龙包子 小猫 危险 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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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只淘气的猫 你看这包子都没办法吃啊 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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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要把是你别躲 小儿 现在可不是打闹的时候 我懂啊 只要改变方向 就不会站在一起了 你说什么 我说小行星呢 要想让它不撞击地球 只要改变它的运行轨迹就行了 这就行了吗 宇宙非常广阔 只要稍稍改变运行轨迹 这颗原本飞向地球的小行星 就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飞去了 就这样啊 哥哥果然厉害 你是谁啊 两位哥哥们好 我叫萌萌 是你们的妹妹 妹妹 宇宙旅行路途遥远 怕你们俩无聊 我给你们造了个妹妹 她可是个会自由变身的机器人呢 好厉害 今后我就跟着哥哥们了 小海小儿 大得漂亮 你已经具备了在宇宙中冒险的智慧的勇气了 哦 来吧 向着未知的宇宙前进吧 这就开始了 我们要飞去哪呢 我在宇宙旅行的途中 为你们留下的许多足迹 寻找这些智慧的足迹前进吧 那有许多要学习的事物在等着你们 听着孩子生病 你们要不学到的知识 去改变这个世界 让它变得更美好 好的 这位老人 猫猫 能随心所欲的变身 太厉害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因为我是由许许多多非常微小的纳米机器人 集合在一起所构成的 这些微小的纳米机器人 像搭积木一样排列组合 形成各种形状 看上去就像我在72片一样 这一颗颗的都是小小机器人呐 是的呀 纳米机器人极其微小 所以它们还能进入人们的体内 帮助人们治疗各种疾病呢 真厉害 星星会眨眼 雷欧 月亮会远雪 雷欧 银河不适合 雷欧雷欧 宇宇宇宇宙的界限在哪一边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 天空中的迷迷弯弯切切 让我们向着星空去探险